北京时间10月8日 2023年 乒乓球蓝州球星挑战赛精彩绝伦 在备受关注的南丹决赛中 两位中国顶级选手王楚钦与马龙 上演了一场精彩的龙头对决 最终 王楚钦以4比2战胜马龙 成功夺得南丹冠军 对于他来说意义非凡 比赛一开始 王楚钦就展现出了强烈的求胜欲望 迅速进入状态 开局便以11比4拿下首局 紧接着 王楚钦在第二局继续保持出色的发挥 再次以11比3轻松获胜 迅速确立了2比0的领先优势 然而 作为有着丰富大赛经验的马龙 并没有被迅速击溃 在第三局 马龙调整了战术 利用自己的速度优势 与王楚钦展开周旋 最终以11比6颁回一局 第四局 马龙继续发挥出色 一度与王楚钦打得难解难分 最终以11比8再胜一局 将比分追至2至2平 关键的第五局 王楚钦在开局阶段 与马龙展开了激烈的争夺 然而 王楚钦在局中阶段突然发力 以11比5拿下第五局 重新夺回了领先优势 在第六局 王楚钦一鼓作气 以11比8锁定胜局 最终以4比2战胜马龙 成功夺得南单冠军 本场比赛 两位选手都发挥出了极高的水平 王楚钦在比赛中展现出了强大的心理素质 和丰富的战术变化 面对马龙这样的顶级选手 他始终保持着冷静和专注 尤其是在比赛局末阶段 王楚钦毫不手软 但于发挥 成为了他最终能够战胜马龙的关键 而马龙虽然最终未能夺冠 但他在比赛中展现出的坚韧和毅力 也赢得了观众的尊敬 作为一名老将 马龙在比赛中充分展示了自己的经验和实力 虽然最终败给了王楚钦 但他的表现也足以证明 自己依然是世界平坛的顶尖选手 对于王楚钦来说 能够在这样的重要赛事中战胜马龙 获得南单冠军 无疑是对他实力的最好证明 这个冠军 也将成为他职业生涯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对他今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总的来说 王楚钦与马龙的精彩对决 不仅让观众们看到了中国乒乓球的实力 也让人们看到了年轻一代选手的崛起 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 王楚钦等年轻选手将会在世界平坛继续创造辉煌